今天我們正常會在奧瑞崗 不過今天我們要打的點不太一樣 是地下室 然後我們正常是玩 冷靜 冷靜是不會有高塔 冷靜找到了 那地下室這個點有幾個不同的攻擊方向 第一個是從工地進去 一個是從瞭望塔樓梯下去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從正面玄關的樓梯 另外還有一個大會堂的火板門也可以下去 不過那個點是剛好進入在整個點中間 通常不會從那裡直接跳下去 那這次我們會選的攻擊路線會走工地 注意這面牆 這個轉角一出去 可能就會有人在廁所破窗等你了 他看來沒有很好 有需要正常哪裡嗎 這邊出去當然也要注意瞭望塔 看起來安全 我被發現了 現在我們要從工地的入口進去了 這個地方一走進去轉角 馬上可能會被偷襲 所以要嘛丟車要嘛也是盾牌 的確有個洞但看來沒人看 那這裡有個門框看到沒有 敵人如果有封這面牆的話 我保證這個地方一定會有偷襲 看起來都沒有 那因為我是盾牌我馬上要貼到洞上面壓制後面的人 然後剛好就看到一個那個是Dark或Ruke吧 那剩下隊友就可以進來這個空間 雖然老實講這個空間如果敵人很多人手在這個的話是很難進去的 因為我們只有 兩條路而已 一個門和一個牆壁 一些人其實應該走 瞭望塔之類的分上我們的攻擊路線 不然這也太急了 把海豬都化了 真的嗎? 不然這也太快了吧 搞掛了 但我們��라不斷了 接下來更多人會幫其他人繼續前進 這兩個門都封起來 我們比較不用擔心突然會有人偷襲我們 老樣子又是兩個方向 我們煙霧彈切斷一個方向 然後就趕快進去攻擊 危機解除 結果三隻 我可以殺 來不及了 他才剛下來 先跳哥